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学习圣经第十五章 仪式的古圣经 我从第三层天的天使得知 古人有一本全然以对应写成的圣经 类似我们的圣经 然而已经仪式 他们说这样的古圣经 仍保存在他们手中 为天堂一些古人所用 就是那些在世时使用古圣经的人们 必然就是古时古教会的人 诸天堂之中仍使用古圣经的古人 部分来自迦南地及其邻近区域 还有些来自亚西亚地区 某些国家 如叙利亚 美索不达米亚 阿拉伯 加勒底 亚述 埃及 西顿和推罗等等 这些地方的居民举行的敬拜 都具有象征性的形式 他们因而熟悉对应 对应学是那个时代智慧的基础 因为它能使人们与天堂保持联系 有内在的觉知 在很多情况下可与灵交谈 然而因为古圣经充满了对应之事 他们象征的天堂之事却十分遥远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人开始篡改它 加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理解 因为天堂之事非常遥远 人们也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人可以随意的想象等等 所以就出了很多谬误 所以顺应主的天命 古圣经逐渐消失 赐下另一圣经 所书写的对应事物 就没有那么遥远了 就稍微近了一些 此圣经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圣经 通过先知传给以色列的后代 然而这本圣经仍然保持了迦南地 以及亚西亚周边的地名 并保留着相同的象征意义 正因如此 亚伯拉罕后代的亚哥一系 被带入迦南地 在此写成赐予他们的圣经 并用到当地存在的那些地名 古圣经在古人之中的存在 还能从摩西五经看出 摩西提到古圣经 并在《民述记》21章14和17节中 引用了古圣经的一些内容 古圣经的历史部分 被称作耶和华战记 预言部分被称为神域 以下是摩西从古圣经历史书部分 引用的内容 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 苏法的瓦哈伯和亚嫩河的谷 并向亚尔城重谷的下坡 是靠近摩亚的境界 《民述记》21章14到15节 耶和华战记描述了主 征战地狱并得胜之事 后来主降世为人 应验了此事 在我们这本圣经的历史书中 许多地方都象征和描述了这样的征战 例如《约书亚记》中与迦南帝各族之间的战事 以及《士师记》《猎王记》中的诸般征战 还有《大卫王》和其他诸王之间的征战 以下是摩西从古圣经的预言部分 引用的内容 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 你们来到西诗本 愿西红的城被修造 被建立 因为有火从西诗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烧进摩亚的亚尔和亚嫩河秋潭的祭祀 摩亚你有祸了 姬摩的民啊你们灭亡了 姬摩的男子逃奔 女子被掳 交付亚摩利的王西红 我们设了他们 西诗本直到底本 进阶毁灭 我们使地变成荒场 直到挪法 这挪法直言到谜笔八 《明书记》二十一章 二十七到三十节 这些预言性的话语被称作神域 而不是以译者通常翻译的格言 或做格言者 可从圣经西伯来原文 Moshalim之意就可看出 关于他们不仅是格言 还是预言性宣告的进一步证据 可见于《明书记》二十三章七节 十八节 二十四章三节 十五节 那里都说巴兰要发出他的宣告 也是预言 关于主的预言 他在那里的宣告被称为神域 是单数形式 而且在那些引文中 摩西所形容的都是预言 并非什么格言 古圣经同样是神性的 或者说是神所默示的 从伊利米书明显看出 那里有几乎相同的话语 如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 烧尽摩牙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 摩牙你有祸了 熟姬抹的民灭亡了 因你的种子都被掳去 你的种女也被掳去 伊利米书四十八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 除了这些古圣经中 还有一卷被称为亚沙尔书 或者正直人书的预言书 被大卫在撒末尔记下 记述在撒末尔记下 一到一章十八节 和约书亚 在约书亚记中十章十三节中引用 由此清晰可见 约书亚记中 关于日头和月亮的陈述 乃是从亚沙尔书中 引用的一个预言 我还进一步获知 创世纪前七章 完整的出现在古圣经中 一字不漏 众多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 源自古圣经 并由此传出 例如从迦南地和亚西亚各地 传指希腊 再由希腊传指意大利 经埃塞俄比亚和埃及 传到非洲各国 然而希腊人则利用 对应的知识 创作出神话 并将上帝的属性 赋予诸多神明 他们成为至高的那位 朱比特主神 就是源自耶和华 谢谢关注 祝福您